老師呢 您先把麵包板拿出來之後呢 我們先看一下麵包板長這個樣子 長這個樣子 那這個是外面這個是我自己3D列印的 拿來玩的 所以您可以像這樣看一下 麵包板的話呢 您要用的話 您先把它擺成橫式的 把它擺成橫式的 那麵包板的功能 其實就跟我們家裡面那個延長線插座意思的概念一樣 因為我們板子上面的這個接口是不是有限 對不對 我們的電源兩個而已 接地是不是只有一個 Smart開發板上面的接地只有這邊這一個GND 對不對 只有這個GND 所以說你今天只有一個 那怎麼辦 你要接兩個以上的裝置 這樣我們今天會接比較多個 這時候就需要麵包板的輔助 那麵包板呢 你往下看 往下看 我們看到這邊 在這個地方 它的通 怎麼樣才叫通 直的 會通 也就是說今天我插一個電線插在這裡 就好像我們家裡面延長線啊 我插進去之後是不是整排都有電 所以你插在這邊之後 是這一排都會通 那我們現在用的這個麵包板是小的麵包板 叫迷你麵包板 你如果一般是那種電子科用的 它們還有比較大的 就比較大的 那我們現在這個用小的就好 那中間呢 有一個儲和和切 有沒有 所以上面的歸上面的 下面的歸下面的 兩個上下是不同的 所以剛剛講的 如果我一個針腳插在這個地方 這邊會通 可是這邊是不通的 這邊是不通的 那左右也不會通 就像下面這樣 左右也不會通 這樣你了解 所以當你有一隻針腳進到這邊來的時候 你等於多了四個角可以用 比如說我電源加進來 就多了四個 我GND加到這邊來 我就可以插另外四個裝置 這樣您清楚那個概念的齁 因為它裡面其實是一個什麼 鋁板 所以插進去之後就等於導電的意思 導電的意思齁 那了解這個麵包板的概念之後 我們現在呢 就要來用麵包板 把LED點起來囉 我們上次是直接插在Smart開發板上面 對不對 這次 我們就不要這樣 我們就把它接到我們的這個麵包板上 那您先挑一顆您喜歡的顏色齁 看要什麼顏色沒有關係 您自己挑一顆LED燈 好 那你要插上去的時候呢 像這樣 各位老師還記得 請問 長腳是正極還是負極 正極嘛 對不對 短腳是負極 那這邊呢 我們就插橫的齁 你要插這樣子 長腳在左邊 長腳在右邊 都沒有關係齁 就是自己要分清楚 因為插進去之後就看不到了 我現在放在外面吃白看得清楚 哪一個是長 哪一個是短 對不對 可是你插進去之後 插進去之後 兩個長的都一樣 對不對 你可以插隔壁腳 也可以插開一點的 都沒關係 就是擺橫的把它插進去 那我現在呢 我的GND是靠在右手邊的 那如果你要靠在左手邊也可以 我這邊有那個接線圖 在這邊 有沒有 好 我這邊的話 這個接線圖 就是翻過來的齁 顛倒的 有沒有 長腳在右邊 我跟接線圖一樣 好的啦齁 我就是把長腳放在右邊 靠右邊 所以我這邊 你看現在這樣子 我的長腳有沒有在右邊 對不對 那你說你接在這邊 跟接在這邊有沒有差 沒有差 反正都一樣 齁 都一樣 所以你要接在哪邊都可以 比如說我接在這裡 我這樣插進去 好 現在這樣子 就插上囉 你就把它壓到底就好了 但是不用很用力 齁 只要能夠撐住就好 那因為我們用了麵包板 所以說我們現在需要的是什麼 哪一種線 公公還是公母的 公公的 對 因為兩邊是不是都要插進去的 這一段你要插開發板這邊 開發板這邊也要插 所以要麻煩老師 拿出兩條公公的線 有用麵包板之後你會發現 好像用公公的線的機會比較多一點 那麵包板 就是那個杜邦線的話 你要拆開 不拆開都可以 以我現在來講 我就是拿兩條 這兩條是連在一起的 反正每一條都獨立的 什麼顏色也沒關係 但是一般來說就是正極 我們通常都會用比較亮的顏色 比如說紅色 那負極就是什麼 可能是灰色啦 或者是黑色這樣子 就接地的 那我這邊呢 我現在正極 你自己再確認一下 我現在正極是在右手邊 就是右手邊的 這邊比較長 所以我就把紅色我就插在這邊 那我們剛剛提過了齁 插進去的話 那你要插在最下面這邊也可以 靠它近一點也可以 那麼您在用這個麵包板的時候 因為每一個那個麵包板 有的新的麵包板 它會比較難插 所以如果你覺得好像不好插進去 你可以換孔 沒關係 反正你有很多選擇齁 你如果覺得說 欸這個 它的那個夾子太緊了 你覺得這樣不好插 你就把它換邊的孔 好 現在我就把它插進去囉 有沒有 我就正極對正極 然後呢 負極 GND接地 我就拉一條 好 這樣OK 好 所以你就先把它插進去 那記得老師要有一個習慣 請先把你的電斷掉齁 我現在還沒接到開發板齁 你要接任何的裝置 最好都先斷電 好 都先斷電齁 那我們現在呢 看一下我們的這個接線 好 我現在呢 開發板的部分 我就把它接到 好 這一次我就接遠一點喔 用05 反正你接在這邊沒插嘛 線可以夠長啊 不像我們上次就是因為直接插在這邊 我就接在02比較方便 好 所以我現在呢 正極 我就把它接到05 那GND 就沒有什麼好講 就一定是接到GND 好 所以我就可以再把它接過來齁 所以你們看一下 我們在這邊 現在這一個 我就把紅色的 我把它接到我們開發板上的05 紅色的 那 老師還是養成一個習慣齁 就是盡量把亮面 有沒有 杜邦縣的亮面朝外 這樣子以後 如果你要用三用電表去測量的話 比較方便 好 所以我紅色是正極 接05 然後呢 我的橘色是GND OK 這樣我就放進來囉 好 這個之後你再來接電齁齁 我們再來接電齁齁 我們再來接電就沒問題啦 我們就可以來測試一下 這樣子 那其實像我用這個 用這個的好處就是 我可以把它放進去 這樣老師再看比較方便 然後呢 我的板子就把它放進去 好 OK 這樣老師再看我的東西就會比較方便一點齁 好 看起來黃色的會比較不清楚 我換個顏色 好 這樣老師看得比較清楚 OK嗎 好 所以你接上去應該會像這樣 像這樣 那我們就可以測試看看齁 來 怎麼測試呢 這個 老師還記得我們那個Blackly 上次怎麼點燈的吧 還有印象齁 來 你把這個打開之後 為了讓老師更有感覺一點 請從右上角 載入範例記錄 這樣是不是更偷懶一點齁 右上角 點一下 是不是有一些LED燈 就交進來吧 這樣偷懶一下 不用再寫 按一下 好 記得喔 按左邊跟按右邊有沒有不同 你按這裡 跟按這個加號是不一樣的 按這裡會怎麼樣 會取代你現有的 所以它會出現這個訊息 那麼如果你按加號 就是累加到你現有積募之後 好 這個要稍微留意一下 好 按確定 有了 馬上修正一下 我們的板子是Smart 然後您的ID 腳位我現在是不是接在5 對不對 好 腳位我現在接在5 那我再把我的ID打進去 那老師的ID的部分啊 建議您先到右上角這個閃電 先確認一下 好 你打進來這邊或者貼進來這邊 看看它有沒有變綠色的 有變綠色的 你就不用擔心啦 因為這樣你的板子就已經在線上了 如果沒有變綠色是紅色的 那就要留意一下囉 就要看一下到底是什麼樣的問題 好 你就把確認已經變綠色的ID打進來 腳位也對了 我們就執行看看 點擊我們的這個燈泡 看會不會亮 這樣也可以 所以上次我們直接在板子上 是一種方式 但是其實很多時候他們都會透過這樣渡邦線或自己去焊接 把它再接出來 這樣都OK 好 確認這樣可以了 我們第一個小任務就結束囉 謝謝你